最困難討論的我覺得是座位表 就是當我們在討論座位表的時候 才會聽到說 他們兩個不能坐啊 類似這樣 他們兩桌都太近了 類似這樣 你不是說誰 其實還好耶 我現在還蠻期待 我們婚禮其實都是邀我們的至親好友 對 所以蠻期待是一個大家來然後好久沒見 對一個派對的感覺 這一次的主題啊 我們這次的主題其實就是正式啦 對 就希望大家能夠美美的來 來參加我們的婚禮這樣 其實還好耶 我跟我太太 那我們兩個人在挑選東西上面 不管是婚禮或是之前在我們家的設計上面 我們兩個不太會在這上面有爭吵 因為我們兩個人喜歡的東西跟風格類型都蠻接近的 花費啊 我覺得花費是在一個可以讓大家賓足淨歡的一個花費狀態 我覺得女人好像比較喜歡包 我如果看到一支很美的表給她看 她當然也會給我一些回應 喔 很帥啊 嗯 大概這樣 就像我回應她的包一樣 籌備大概 前前後後大概 快半年吧 對 但是我覺得是最近這 這一個月才變成是比較密集的 去做很多的細節上的溝通這樣 最困難討論的我覺得是座位表 誰跟誰不能一起做 就比較精彩 就是當我們在討論座位表的時候 才會聽到說 他們兩個不能坐 喔 他們兩桌太近了 類似這樣 比如說誰 我不知道 我女兒非常興奮 但是她可能還不知道她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可是因為我們有準備了一個小小的小婚紗給她穿這樣 但她很可愛她 她穿了然後不願意脫下來 但是我們就很納悶就是說 她怎麼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她就穿著那個然後會在我們家跑來跑去 然後自己一直照鏡子這樣 然後我沒有把她拖下來的時候 她就是 哭鬧不願意拖這樣 我女兒 蠻 好客的 就是她蠻人來風的啦 我發現我們家如果有客人來 她都會很開心很興奮 只是那一天可能是她 出生到現在看過最多人的一次 我不知道她 能不能夠hold得住這樣 бы 看她 我女兒 在那裡 妳 對 她